城市小伙年薪百万 却依然辞职回乡种田 究竟是受了什么刺激 让他如此想不开 小五 贷款业务精英 后来因为逼死几个客户 让他患上了罕见的职业病 金钱过敏症 你没听错 就是对钱过敏 只要见到钱就会抽搐 为了逃离罪恶资本的掌控 小五花重金在偏远的贫困村买了一处房产 打算远离城市喧嚣 去那里苟且此生 得知有新生力量愿意回村 村长亲自开着公交来接 服务内叫一个周到 行李都是亲自帮他提 扔到车上 村长问小五 好好的大城市不呆 为啥会来我们这鸟不拉屎的穷勾勾里 是因为在大城市射死了吗 这时小五看到远处有人拍照 这是人工违章抓拍 不是 那是我们村里的神 咱们村都穷成啥必样了 还请得起神 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 终于抵达了村头 这么穷的村子 竟然还有这么乖的姑 这是我老婆 少父 村长家开超市的 也是村里唯一的大型企业 听说有新人入住 少 村长夫人热情地送了小五两代大理 并向他介绍了村子的配套 别看咱们村穷 但老龄化却高达90% 不过像医院 学校 警局 那还挺方便哈 这些都没有 就连邮局上个月也都撤了 呵呵 夫人你真幽默 没有你说的尖 随后村长将他送到了他买的豪宅 花一百多万买这么个破屋 感谢你对村里做出的贡献 来 我帮你搬行李 我特别也谢谢你 那啥 把你电话号码留一个 我没有电话 啥 那你咋联系电力公司 我不用电 啊 那水呢 我可以自己挖口井 那燃气呢 燃气你总要用了吧 啊 小五泪流满面 可是我对钱过敏 不然也不会来这种穷咖咖 那柴火你总要吧 不用 来之前我在家人们直播间买了爆款秋一 不但只要九块九 还买一送酒 行 那你就让我见识见识秋一的厉害 小五终于明白 为啥要买一送酒 因为但凡少一件 都特么得冻死 村长作为村里的首富 也一样穷得抠卡 几颗米一壶茶 就是一顿晚饭 夫人很担心小五被冻死 没事 只要不下雨就应该能扛住 村长紧忙去找小五 怕他真的被冻死 可到小五家里并没有人 找了半天没找到 最后通过神的指引 看到小五在山上切柴 村长给小五带了柴火和砍柴工具 还有深不见米的汤泡饭 谢谢啊村长 不用谢 一共九千块 开玩笑的 是吧 第二天 村长带着他去看他承包的田地 送殃苗的大叔问他 你咋没穿统靴呢 这些可下不了田哦 没事 我可以光脚 村长见识过他的尿性 直接把自己的桶靴托给了他 嗯 桶靴有了 插秧机一天两千块 不用 我可以用手插 用手 等你插完都过季了 就租一天吧 等他醒来 发现村神热心地帮他盖了块棚布 大叔也帮他插完了秧苗 回去后 村长夫人还给他送来了午餐 嗯 又是白嫖的一天 不过小五并不是没钱 而且还相当富有 因为这小子乱扔垃圾 村里帮他整理垃圾分类的时候 发现了他的存折 你个憨批 把存折扔了干啥 可别再乱扔了哦 咱们村的老人都心脏不好 吓死了你要负责的 临走时夫人还送了他辆自行车 嗯 现在小五也算是有车有房的人 就诧异的老婆了 百合 村里的村花 因为她是村里唯一的年轻姑娘 百合一眼就看上了小五 对 一见钟情 绝对跟小五的六百多万存款没有关系 见小五的存折放在桌子上 百合拿着一边看 一边擦边 给小五看得头昏脑胀 一个没忍住就扑了上去 百合用力把他推开 流氓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临走还放下狠话 告诉你 我还会再来的 为了生存 小五来到了村长家的超市打工 免费的那种 只要给些生活物资就好 晚上 小五给村里的饭店送菜时 意外发现了个秘密 饭店老板的孩子和村长好像 那啥 这孩子和 村长 一句话给老板问惆怅了 直接就进了屋 第二天 那小孩竟然来到了超市买东西 给小五吓的 玩犊子 贫困村要血流成河了 小孩让小五收钱 小五见到钱 瞬间就犯病了 手不停的颤抖 不是 得了这病 要不咱就不活了吧 还有啥意思 小五在家炼子养病 百合又来找他 而且还带着哭腔 说上次来他家擦鞭 是一个混混逼他做的 就是想骗你钱 但我是真心喜欢你 特意带着酒来向你道歉 不过你赶快跑吧 不然他会来找你的 混混是咋知道我家在哪的 我来之前发邮件告诉他了 不是 你为啥要告诉他 正说着呢 混混就进来了 你对他做什么了 什么做什么 百合紧盲假装害怕躲到混混后面 我擦 你啥意思 搞我是吧 混混拿出上次两人的视频 说吧 是坐牢 还是花钱消灾 我你嘛 仙人跳是吧 我选择坐牢 啊 没门 混混压着小五去银行取钱 幸亏被村里的一个大妈发现 紧盲打电话告诉了村长 村长得知紧盲拉了一车 老弱病残前来搭救 村长正要动手 村民表示老人优先 趁着打架 百合紧忙拉着小五逃走 不是 你一会儿和我 一会儿又帮我 人格分裂吗 百合希望小五带着他离开这里 去城里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我在城里生活不下去的 而且 而且什么 我不会开车 公交车被撞翻 小五昏迷了整整半个月才醒 可百合就没这么幸运了 说自己破了枪 恐怕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让小五对他负责 果然好严重啊 要是我在晚几天醒来 恐怕八都好了吧 由于村里的公交车被撞废了 不得不再买一辆 可是最便宜的二手都要两百万 村里个个都穷得抠卡 哪拿得出这么多钱 就在村长惆怅之时 小五突然出现 表示自己愿意乐捐三百万 村长非常震惊 然后趴的就是一耳八子 你个八大 谁叫你这么慷慨无私的 村长说啥也不愿意用小五的钱 直到大妈说出小五为了取这三百万 所受到的磨难 唐僧西天取经都没这么恼火 村长非常感动 便含泪接受了小五乐捐的三百万 因为不能接触钱 超市的活也干不了了 于是小五另辟蹊径 搞了个以物换物 帮村里包办各种杂事 比如通下水 通厕所 重金求子 这个没有 小五做这些通通不要钱 只要给他一些生活物资就行 本以为这样就能和百合过上幸福生活 不料一回家 未婚妻百合竟然留下一封信跑了 傻叉 听说你捐了三百万 我感觉我俩的价值观不符 所以去大城市打拼了 你村这里的钱 我没拿 只拿了一百万 但我是真的爱你哦 么么的 你人还挺好的呢 晚上村长过来 看到小五喝的灵丁大醉 得知来龙去卖后 村长就劝他 多大点事 不行就放弃自己吧 不是村长 谁叫你这么安慰人的 不怕挨揍吗 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不但有漂亮妻子 还有私生子 听说你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人 谁有困难都会出手相助 我好孤独 你能把你夫人借我约会几天吗 第二天 村里星提的公交车终于到了 小五作为散财童子 鼻青脸肿 盛装出席 在记者的推导下 村长和小五还上了热搜 众所周知 人一旦上了热搜 就离出事也不远了 这晚村长回家 发现自家的水龙头 无缘无故被人打开 自己立的下一届竞选村长 拉票宣传服也被人划烂 回到屋 老婆说下午超市还收到了很大一条臭死鱼 就连刚提的公交车 也被人涂鸦成了杀人号 而这一切 还只是神秘的人的阳功 趁着村长出车 神秘人都已经偷家了 幸亏被小五和大妈发现 及时通知了村长 村长回来后 给眼镜仔一顿揍 要不是小五阻拦 估计特没要给他揍死 原来两人以前因为争议的女人发生过过节 眼镜仔的腿就是村长打瘸的 挨了一顿打得眼镜仔并没落脚 趁着村长去拉选票 打云小五又绑架了村长夫人 小五醒来后骑着自行车到处找 最后竟然碰到了百合 百合说他看见一个瘸子把夫人绑去你家了 那你咋在这儿呢 城市套路深 我被骗财骗色 所以回来了 我擦 小五赶回家中 被眼镜仔布置的陷阱绊倒 随后拿出了几张报纸给他看 上面竟然是通缉村长的通缉令 眼镜仔说村长多年前杀害女友陶逸 自己看到电视上的热搜后 特意来伸张正义的 结果B还没装完 这时夫人接到电话 说村长刚刚已经落网 为了搞清真相 小五找到了帮村长生孩子的饭店老板娘打听 原来村长以前是名警察 而她丈夫和眼镜仔是混黑帮的 三人关系不错 经常偷偷互换情报 后来眼镜仔墙上了村长的前女友 不久后 就有人在河里发现了前女友的尸体 然后村长就成了嫌疑人 于是便通缉了她 那村长真的是凶手吗 当然不是 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不是她杀的 那她后来咋又当上村长了呢 村长当时为了躲避追捕舍弃一切 一路逃到了这里 当时正在选举村长 村里的神就选中了她 神说能舍弃一切的人 就很适合当村长 这这么是什么逻辑 村长夫人去耗子里看了村长 村长表示让小五竞选村长 为啥是我 因为你和村长一样 都是能够舍弃自己的人 这你马又是什么逻辑 在神的误导下 小五参加了选举 他的对手是副村长 副村长的攻势非常凶猛 说只要竞选了不但送油送面 还送三十个鸡蛋 而小五就略显寒酸 大家好 我是个一无是处的渣渣一枚 啥也送不了 不过只要你们需要 我就可以帮忙 通厕所通下水 重金求子 这个没饶 这个宣传非常有效 一天下来就得了整整五票 还是大妈夫人和饭店夫妇一家头的 本以为选举无望 没想到前村长突然出现高调为小五拉票 虽然他来到我们村 从来没为自己花过一分钱 但却能舍己为人 给我们买公交车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村可能会越来越穷 但有一样 他绝对能带着大家好好活着 不是村长 你确定你是来拉选票的吗 如果是 可以撤销你这个拉票吗 小五很好奇 你是怎么出来的 原来是饭店老板自首了 说村长前女友是他杀的 因为前女友知道的太多了 帮派老大吩咐他杀的前女友 那时的他没得选 可即便这样 村长依旧很讲义气地原谅了他 那你现在可以继续当村长了呀 不 你比我更适合村长这个位置 小五很感动 于是便做了个惊人的决定 当着众人的面 把剩下的钱全部烧了 卧槽 你特么有大病吧 既然说好了要舍弃一切 那就不能给自己留后路 最后小五成功当选 村神仿佛也完成了任务 在温泉里寿中正起 百合因为身无分文 又赖上了小五 嗯 大概就是这样 电影鸣叫 再见金钱 前往贫困村 一部导国电影 从始至终 我都没看懂电影 到底想表达个啥 嗯 导国电影出了一例 似乎很多我都没看懂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